而另外有平面媒體就報導 接獲家屬爆料指出 中油在非洲的中部查的油田 是有一名臺籍員工在本週確診 但家屬指控 當日中油總公司 不但是沒有立即要求員工隔離 甚至還通知其他員工 隔天齊聚舉行視訊會議 讓臺灣家屬是不滿 痛批中油不顧員工的安全 對此中油稍早也做出了回憶 在他的辦公室有一位同仁 他本身去做一個整個 新冠肺炎的疫情篩檢是陽性的 那基本上因為這種情況以後 我們整個他的辦公室就全面消除 全面隔離 開始展開後續的作業 延定4月27號的會議 我們就由我們總公司這邊主動 把會議日期由4月27 展延到5月18 到時候再看進一步的情況 再來做彈性的調整 那後續的同仁就還是做一次全面的 篩檢 篩檢結果有另外一位同仁 他本身也是檢測陽性的 經過中油證實 目前至少有兩名員工確診 由於查得油田當地是駐辦合一 在得知有台籍員工確診之後 已經持續進行隔離消毒作業 今天也會進一步來執行 雙抗體的檢測 再研拟後續的防疫作業 來確保中油的員工安全 OK 加一段時間 現在是駐辦合一段時間 然後再研發 在那一段時間 再研發